欢迎来收藏政治,我是喜耀,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我们在这里很好奇哦 说刘花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信誓旦旦去到这个阿耶达瓦奖要上阵 结果他一讲这个东西呢 马上就有这个Dasek Lugo的一亲团的这个团长站出来 讲了叫他不要玩火自焚 叫他呢不要Keraskepala 叫他退回去 这边是属于伊斯兰党的 OK,那他也是去退了 够要上阵这个巴六拜 结果呢一讲到上阵呢 那一边的基层马上站起来拉布条反对 讲说呢不欢迎这个刘花财空降到这个地方 这属于伊斯兰党的这个地方 一开始我就以为单纯呢 就是说呢各自为了各自的利益 OK,都知道这个区呢 很大可能国门会比较有优势 所以要上阵 结果呢在今天 这个伊斯兰党的领袖 也是这个单容区的委员会 他就站出来讲说 其实是刘花财没有遵循承诺 在欺骗大家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是讲 其实刘花财在之前的时候呢 有向宾州的国盟成员做出 不会上阵马来区的这个承诺 所以呢 现在还违反了这个承诺 他是优柔寡断 然后是没有一个诚信的领袖 不配做我们的这边 宾州这边的这个国盟领袖 真的是我觉得他删这个耳光 都删到很辣 OK 我再往下跟大家聊一下 到底他在讲什么东西 他仔细的讲说呢 刘花财曾经大意讲说 他不会在宾州的15个 马来选民占多数的这个议许上阵 所以呢 这15个选区的分配 只是会交由这个图团党 以及伊斯兰党去进行谈判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呢 伊斯兰党跟土团党也是签署的 谅解备忘录了 原来还有这一处 然后呢 民政党所要求的六个混合选区 伊斯兰党跟土团党并没有派出任何的这个候选人 来实践其实他们对于这个议席分配的尊重 意思是讲 在他的这个讲述中呢 国盟的谈判是以民政党让出所有的马来医区不上 然后呢让民政党可以上这六个混合选区作为这个共识基础的 然后呢 大家都是赞同了 所以土团跟伊斯兰党才会签谅解备忘录啦 但是呢 过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啦 一呢 就是刘华才他自己啊 违反这个承诺 他自己呢 就要上这一个阿耶达瓦 成为这个候选人 所以这样事情才是遭到了伊斯兰党 还有土团党的反对 过后呢 他并没有遵循这个承诺而是跑到另一个马来区 也就是这个Bayan de Paz 这一边去竞选的 所以呢 这位 呃 委员会啊 他讲的东西是 他不能够接受讲了 刘华才讲这个提名是 所谓的什么干净透明的 没有 他觉得呢 这一切都是刘华才自导自演了 然后毫无诚信可言 到这边就句号 这个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他会上升到一个比较不同的层次 因为他已经不仅仅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博弈 他已经涉及到了民政党的这一个 呃 华世人 就是刘华才这个主席呢 啊 他胆敢就是公然的撕毁 他跟国盟里面之间的这一个 呃 这个协议 然后呢 自己想要吃比较大块的这个饼 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 在前两天的时候呢 随着啊 这个达西格路高的一心团团长 讲出那番话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一个呃 白亚特巴西边的基层拉布条 伊斯兰党的这一个高层这边 是下达了一个口令 也就是讲呢 现在要开启这个竞选的机关 大家要全心一致 不可以呢 去攻击自己的盟友 不可以为对方什么 赞 呃 对方就是敌人站台 而且呢 如果你发表任何的这些什么言论 要经过所谓这个主席的赞同的同意 意思是讲呢 其实是发了进口令的 就是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抨击你自己的这个盟友 而这一个事情啊 进口令发了过后呢 在今天呢 这个伊斯兰党的这个委员会 丹荣区的委员会呢 一样是站出来 杠杠的就是抨击这个刘花财 所以他第一个 我觉得他造成的事情啊 就是原来我一直觉得 伊斯兰党是一个非常合作啊 非常有相信力的一个政党 你看这个 呃 沙努西的事件啊 被抓过 哇 全党都是全心一致 祷告也好 做什么都是一起的 但是呢 现在竟然是因为这个民政党刘花财呢 开始闹一些分歧 啊就是上层跟这个基层这边开始啊 呃 下面的就是觉得很多的不满啊 觉得他没有遵守承诺什么 上层就是尽可能的在在压制啊 这是我头一一次啊 我觉得伊斯兰党真的是被搞到 好像有点乱这样啊 这是民政党 不懂算不算民政党的功劳 OK 开个玩笑啦 这是其中一点啊 其中第二呢 就是现在 OK 距离真正的啊 获选这一个提名 获选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到底 呃这个刘华财上阵这一个 白亚勒巴这样事情 还会不会有变卦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值得我们下去看的东西 现在人家已经直接摆明的讲 你自己的盟友讲呢 你是在欺骗 你其实呢 啊 是不遵守承诺的 这个东西 尤其是在马来选民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伤 对于一个领袖 就是去抨击一个党的领袖 这个是个大重伤 我相信总不能够是默默的不处理吧 那如果你要处理呢 我唯一可以想到的方式 也是大家应该可以预想到的 就是一场污秽了 我觉得到最后 如果是六花财 如果是上阵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会讲是一场污秽啊 只是大家之前呢 没有把话讲清楚的嘛 很大可能应该是这个结局 但是 你如果只是打这种表面的原场 但是下面是暗流汹涌的话 你能不能在 白亚的巴斯这个地方 赢下 我觉得这个真的真的是 非常考验 OK 如果已经分配到 这个马来区 这个巴亚的巴斯 给到民政党 给到刘华财 上阵去打了 但是因为呢 你造成了伊斯兰党 下面的动荡不安 全部人都觉得你是没有诚信的 这个领袖 甚至这个东西传到 可能马来社群里面 开始TikTok乱乱传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有所谓的 绿巢的优势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了 所以其实呢 要去怎样回应这位领袖 对刘华财的这一个指责 OK 这是民政党还有刘华财 要下狠用功的功课 才能够处理好了 可能你是要去面会这些基层 这些领袖 还是你可能要以其他的交换条件 来安抚他们 如果不能的话呢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重伤 这也会对他们所谓 一直讲的那个破诞 这样事情呢 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隐忧了 最后我在想是 如果啦 到最后民政党 真的是顺利收割了一些议席 可能是一些马来区 可能是一些混合区 可能一两个议席啦 最后啦 我在想的就是 民政党还呆不呆的在国民里面 还能不能呆在里面 如果你还呆在里面的话 日后的合作 你已经在选举的时候 做出了这样子的事情 你在以后要想去面对他们的这个集成 还是面对他们这个领袖 呃 这一点我自己觉得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民政党在赢了过后呢 转个脸啊 拿了人家的这个议席呢 转个脸就逃出去 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啊 就是直接跳离这个国盟啊 就反正 他跳就是整个民政党跳出来嘛 但是跳又究竟会 跳到哪一个地方 对他是更有利的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所知道就是 他继续在国盟里面了 就是继续的 会被所有 不管是基层 上到最高领袖 都会有人不停的在呛他 OK 这期想要上次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